詞曲 李宗盛 回到第二節 涉及到這個畫展 當然我們不斷強調 他有一個人去推動 即是這個教授 這個教授本身 在十九世紀末 所謂的神秘主義在歐洲 特別是在法國的復蘇 有很大的關係 他去推動了這件事 亦做很多著作 譬如有寫小說 有寫論文 特別是推動了這些藝術的運動 推動了這個藝術的運動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例 就是所謂的象徵主義的興起 涉及到這個象徵主義的興起 或者這個象徵主義究竟是甚麼 因為這個節目就不是藝術史的節目 我只能夠輕輕去帶過 因為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事實上你又很難去理解 究竟這班人畫的畫是做些甚麼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這位 這位人士 他做過這件事 跟我們今天研究神秘學 有甚麼關係 我必須在這裏講清楚 其一就是他在年輕的時候 去過耶路實林 他回來之後 他自稱是甚麼 他找到耶穌的帽子 但找到耶穌的帽子 那個具體的地方 即使在現在也是 是一個伊斯蘭的寺廟 在黎尤薩蘭 當然如果是的話 即使在他的年代 甚至至今年的年代 就無從可以發掘 因為一發掘 即使被你掘的話 都會引似大型的宗教和種族衝突 因為大家知道 在這個聖殿山 其實是找到秘道 亦都傳說 當年聖殿武士在那裏掘的地道 但要考古的話 在現在的政治氣氛 基本上是不可能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 金字頭角問題 但這不是考古的問題 這是政治的問題 因為掘出來 第一 不會讓你掘 在上面的宗教人士 第二 掘出來究竟屬於誰 引致甚麼宗教衝突 以色列當局都不能夠 控制到 所以一定 依地盤 但涉及到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但在這些書籍裏面 是不會提的 是甚麼呢 因為這位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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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朋友 他講過之後 他跟著沒有 這件事 完全沒有去跟進 即是他說他發現了 基督的毛 他說他找到耶穌的毛 但是不提 這件事為何會成為 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他的秘書 大家不需要記這些名字 只要記那個關 就行了 叫George Monty 就是跟後來 這個很引導至到 即是丹邦發達的 這個歷史原案有關 我稍後這本書叫做聖杯聖血 我若干年前 我開了一堆課 一堆課 就是講這本書 和《科學版》 《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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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 最初我以為沒有中文版的 但近年我發覺 其實有 簡體字版 是翻譯了 我不知道翻譯的水平如何 但至少大家 如果不看這本書 如果看翻譯版 我想大家都會掌握到 一些簡單的一些 線索 這本書其實是說什麼呢 我再不怕不厭其犯 重的一次 它就說 我們傳說之中 在十字架上面 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 其實他就不像聖經裡面 即是新約裡面所說的 他就算釘了之後 他沒有死到 在他一生裡面 其實他是結婚的 實際上 他應該是猶太人的貴族 或者是黃銳 他在十字架上面 他沒有死到 然後他就會跟他的妻子 馬里 就去了法國 就在那裡 遺留了血統 血統 然後這個血統 就成為了後來 某一個朝代的法國王族 而這個王族至今還存在 這個書 在八十年代初期寫了之後 就引起了一個頗大的轟動 而這個也都導致了 後來在200... 即是... 達文西密碼 達文西密碼 時候 就形成了一個傳媒的 一個傳媒的現象 導致到這位作家法德達 順帶一提 我在意大利的時候 Dan Brown最新的著作 書局推出相當之盛行 Origin 即是以Inferno之後 又有新的 新書 但似乎就破壞了 因為我看的時候 雙拳賣足 全部都放出來 是意大利文 意大利版 即是逆買的 但要打折扣 要割價青銷 香港都還未出現 是嗎 Origin 我想書局有了 但可能今次 即是沒有製造了熱潮出來 即是Inferno 和The Lost Symbol 的效應應該出不到 我估計 但Origin這本書 其實是很貼題的 有啊 有啊 因為為什麼貼題 因為它講到現在西班牙 以加塔隆尼亞做背景 照計應該是熱賣 但是似乎好像都做不到 那你有沒有想到那個原因呢 是否因為大家都是 之前那時候都只是覺得 暢銷流行物 消費用的 消限移用的 有兩個解釋的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歐洲的報章這麼說 因為大家現在看加塔隆尼亞 加塔隆尼亞 即是加塔隆尼亞本身的 的新聞 的人 就關注現在獨立的問題 多於電班的小說 其實都是相負相承的 理論上是相負相承的 但現在出來的效果就是 人們覺得 喂 現實上的問題 比本小說更重要 奇異就是 去到這裏 似乎都是強魯之末 這些 以當地為一個主題 大家都開始有點厭倦 是 這個可能關乎 就是那個角色 那個設計的問題 未去到那個 好像福爾摩斯 那麼大的吸引力 是啊 那說回這個 就是為什麼 剛才我們說過 很多人是沒有 醒覺到這種關係 但是呢 特別是在這些 這些話策裏 我不是說 blame 即是不是說批評他們 因為 實際上再在這些 一個這樣的蝙蝠裏 去再提這件事 我覺得未必可能 是 也都覺得 沒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如果在這個節目 來講 就有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因為他的秘書 原來就是後來 這個所謂石安修道會 這個石安修道會 就是傳說裏 就是耶穌那個 後裔 他們的後人所搞的一個秘密組織 是 原來是一條線 就是 很大條線 很大條線 石安修道會 即是說 這個自稱是 梅菊十字會的成員 他的秘書 原來就是 就是 後來這個石安修道會 即是 二十世紀 已經到二十世紀 就是 這個 上班 這位所謂 Pierre Plantec 原來就是他的導師 即是 一條簡單的線 就是 這個 Josephine Paradigm 跟著他的秘書 跟著 這個石安修道會的 主持人 當然 這不是證明 這個 所謂耶穌的後裔 是一個真事 正如 玫瑰十字會 這個組織的出現 和這個石安修道會 本身 以至到 這個 耶穌的 所謂 血脈 真實 與否 可能 整件事都是假的 是 一班人 他們 做了這個宣傳書 想博取一些 政治上的利益 但是 這幾個人的關係 就是 的而且確存在 是 找到 他的 真人 因為這本書裡 都提到 這位 Josephine Paradigm的角色 他就跟當時 所謂的 神父 即是 Den Bang的小說中 提到這個 Sony Air 他去了 Renet de Chateau 找到 一個 秘密的寶藏 原來 這個人又真的 間接 與這個人有關 就是耶路撒冷的事件 不是耶路撒冷的事件 是因為 在法國某一個地方 法國南部 就是比利牛斯山那部份 這個神父去到之後 法國的村莊本身 出現了一些 奇怪的標誌 或者是一些傳說 這也是傳說 就是他去掘 掘了之後 他很有錢 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 他掘了之後 他找到一個寶藏 第二個 就是他找到一些秘密 可能是聖殿武士 遺留的秘密 或者是所謂 潔淨派遺留的秘密 他勒索 凡禮國 然後他變成很有錢 有錢之間 突然他死了 他的管家 聲稱知道了這些秘密 但這個管家後來都死了 這件事 而這個所謂秘密 就是 原來當地就是所謂耶穌 他的血脈 從那個地方出來 整件事 這個環境證供 就是這群人是有關係的 有這個傳說 但不等於這個傳說是真的 是 你可以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這群人 原來都是在搞一些事件 大家合在一起 大家合在一起 去江湖的聯盟 簡單來說 你聽到一個人 我再回覆了一次 這個人本身 他聲稱找到耶穌的母 在耶穌撒冷那邊 接著跟他有關的人 就說他們在法國 其實就是這個 耶穌那族的後人 這個就是整件事 第一部分的線索 也是達文西密碼的 然後就是 即是出現了達文西密碼 那個情況 涉及到這個人 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 即是跟這個畫展本身的一個爭議 當然這個畫展本身有一定的策劃 那個名字就是Vivin Green 但是有人就覺得 其實他們去搞這個畫展 有頗大的不足 那待會我第三次 我會展示這位朋友出來 就是說 涉及到這個人 那個後面的神秘學的信仰 或者他做了些什麼 的話 這個 即是 去做這個畫展的朋友 不是那麼熟悉 這個導致在網上有一些論戰 特別是 這位後者 這位女士 他就認為 現在去談及這個 這個畫展 現在這個畫展 即是在報章裏面 或者在網絡上的評論 是不能夠告訴大家 真的發生什麼事 現在後面 我即是去到這個網頁 就是這位朋友 大家可以聽聽他 在YouTube上 他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介紹這位 Joseph Pardai 他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整個畫展本身 是一個宗教儀式 這個宗教儀式 裡面涉及到什麼問題 涉及到其一 就是一些 所謂宗教入會的儀式 裡面包括 例如煉金術的一些 細節的東西 第三樣的最重要 涉及到 他們想去找 那個宗教的 這些所謂神 或者是靈體 究竟那個形態是怎樣的 簡單來說 就是 他首先 要做這件事 為何要做一場大龍鳳 其實他們原來 這個人有一個想法 就是 如果你要進入那種狀態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做 就要自我催眠 自我催眠的意思 就是 你每一個生活細節 都要進入那種狀態 這個就是 剛才第一次講的 叫入營入隔 那個想法 這個就解釋到 為何他在 那個巴黎的時間 這個十九世紀末 是被人覺得 那麼奇怪 穿著這樣的衣服 留著這樣的頭髮 因為當時已經覺得 這件事 很可笑 還要在那個畫展裡面 不斷 要求這些參與的畫家 跟他畫畫像 是 那他有些限制 那個限制都很奇怪 第一件事就是 是不准女性的畫家參與 但是有些就 用化身了男的名字參與了 第二件事 不准要畫人像畫 要畫的話 只能夠畫幾個人 這個人第一個 就是包括他自己 第二件事就是華格勒 是 何解是華格勒 這個大音畫家 因為華格勒講到聖杯 是 他那幾個歌劇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啊 這位女士她解釋 其實她要做這件事 不是純粹一個個人的虛榮心 當然有 但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令到自己 成為一個真正的祭司 是 這種方法就是一種 令到自己進入那個狀態 就算你不是 你都要假裝到是 假裝到是 到一定程度 你就會變成真的是 自我催眠 是啊 你有沒有見過其他地方的具體例子是這樣的 有的 相當之多 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 不用說這麼複雜 你這樣說 很多時候演員 有時候他都要自己製造一個銀幕上的格 那格有時候就像你所說的 不過沒有他那麼神化 但其實都是在螢幕上的 這個image 的建立 都是有這種去法 是 所謂在 卡爾翁的說法 或者佛羅伊德 Persona 是啊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是一種面具 不過搞一下這個面具 就變成了你真人 是啊 他已經控制了你 控制了意識的 這種做法 大家不要覺得是純粹 好像我們心理學生一樣的解釋 其實這種 如果根據這位朋友說 是通靈的方法 是啊 Exactly 其實我那句展覽 這些畫裡面 都有很多這種的味道 是啊 這個通靈 如果你以今天的說法來講 有可能其實就是跟外星人通靈的方法 是 他當時沒有說 不過後來 慢慢演化到二十世紀 中期或者後期 就開始發覺 你不定用 譬如我們在古代 或者神話 那種的方法 去詮釋 可能這些在第二個星球 一直都跟人類溝通的東西 你現在說外星人 這些是科學性的那種說法 但是遠古裡面 很多神 其實大家都說 神在天上來 他這個叫做 大家形容的字眼 有分別的意思 他都是用這種方式 來講 有一種叫做 比我們現實的人 那種意識更加強 或者他的智慧會很強 甚至他可以 和你用一種很特別的方法 去溝通 那種其實不肯 就是另一些地方來的 對 那後面這位女士 大家如果看到的名字 就是Magic According to Josephine Pradine 就是大家三十分鐘 在一個書谷裏面 他自己是畫家 他也畫這類的畫 他現在呢 在他自己的Facebook網頁 就在批評這個 整件事 整件事 就開了火 所以這件事都幾 趣味性都幾強 他提到一個一點 就是說 譬如通這些靈 即是跟這些靈 去接觸 這些東西去接觸的時候 究竟那些靈 本身是甚麼 他就說 原來去到最高境界 你會變成是 癡紅同體 OK 這個呢 這個呢 跟我們在看上次我們說的 練金術那裡 是一脈相成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你看這個練金術 原來法國裏面 很多畫是說 男和女是黏在一起的 是 這個其實就是 柏拉圖有一個說法 我覺得這個大家真的很喜歡 即是很值得參考 即是如果特別 涉及到男女關係 原來呢 人最初 其實是 男和女成為 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 好像女窩 和福利 在繞著 甚至不是繞著 是 但結合的 是 那帕拉圖的方法就是 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 人類墮落的時候 就會 會被困擾成兩 所以 我們 男和女 一生人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是 找回自己的另外一半 這個 這個就不是比喻來的 是真真正正的 你另外一半 那 涉及到這個問題 代表在這個 練金術裡面是什麼 就是原來說 練金術的最高境界 不是找金 是 是 將自己變成 雌雄同體 最重要是 雌雄同體 最重要是 第四個字 體 體 即是身體 你的身就變回 陰陽合一 雌雄同體 這樣 那個就在練金術裡面 這是一個 生化科技 是啊 那 就好過 做手術 那些 有難度 他不是說 一個 你的身體 那個特徵是這樣的 我猜是 精神上是這樣的 他難說的 因為他 基本上 你會看到 在練金術裡面 來說 他 去到最終 就是 身體 意識 和你的 講話的方式 都是會 找到一個 叫做 那個叫做 最高境界 你現在說 那個境界 就是一種叫做 陰陽合一 雌雄同體 可能 他的說法 就是 連你的身體 都會有一個轉變 很不奇 那這個就是 葵花寶典 對 葵花寶典 必須自公 這個 葵花寶典 基本上 他的概念 都是 用那個叫東方 如果你說東方 就是 印度 其中有一個神 梵花寶典 梵花寶典 他都是 青雄同體 用那個概念 你會看到 在那裏 其實大家 有一種 陰脈相連 但是在某個階段 大家的說法 不同 那甚至 在中國 都有部分 所謂的 修煉 是想達到這個境界 是 青雄同體 就算在雙修 那裏 有雙修 不要說雙修 這陣子雙修 都出事 不要說雙修 因為 雌雄同體 如果用東方 或易學 裏面來說 就有個巧妙 其實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因為在 易學裏面來說 雌雄 陰陽這兩樣東西 我們 龍鳳晴場 那一族 會把 雌雄那樣東西 比喻到 很普世用的 就叫做 男女之分 但是 有一派 的 所謂 那位 所謂 陰陽 其實是兄弟 一個是大的自己 另一個是跟著來的自己 這個是兄弟 如果你 認識日本的神道教 那些 他們說的那種 痴雄 或者 他們說的那個 是有這些分別 他們都是有陽性為主 他們的陽性就是男人為主 所以 你如果用這個概念來講 我們有時候 你看到道家 他叫做修煉的時候 他不是修過 叫做痴雄同體 他就是修理裡面 有另一個我 原嬰 原嬰 原嬰的那個修痕 這也是一種叫雙修法 是的 這個題外患 就是 以前我不太明白 為何在六十年代 特別是末期的時候 很多西方的pop star 是男女混合的 這個當然 以 那 最初我以為純粹是一種堅明 但到現在 我覺得原來不是 實際上 他當時受了所謂這種 練金術 他們的概念 影響 而慢慢把自己的形象 把它變化 關鍵 因為你提及了 例如Lake Lunge 他們的那群 beach generation 他們基本上 大部分 他們那個 響往的那個世界 就是那時候 都去了那個 東方 有一種 帶來的一種感覺 就是 很多時候 例如你看那種 叫性 兩性之間的那種分別 大家是分開的 好像你也說 這位 正是 他不讓女人去參加 就算你女人想參加 那時候 麻煩你給個男人命 這種 就是一種 傳統舊的概念 但是 去到最深入的那時候 神秘學那裏 你怎麼都會提及到 陰陽效應 雌雄同體 即那樣的那時候 往往就會令到你 尤其是西方人來說 就有一種叫做 突然之間 放下了那種隔膜 去到一種叫做新的一種概念 純粹在創作裏面來說 是這種概念 都已經令到你 有一種叫做 很新的想法 就出來了 爹包兒的那些 就變成了 然後Prince Prince 為什麼有一陣子 Prince是更厲害 因為他就更加哲理化了 他聽不懂 張雌雄的徒體 那樣的那樣 那講那麼久 都未講一些畫 其實今天都不夠時間講 但是呢 第三次回來 我們就講 這是什麼畫 還是什麼畫面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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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